大家好,我是季小主 今天来吃个世界上最小的椰子 这个就是今天要体验的了 海椰黄 看着这个大小也就跟平时吃的白栗差不多大 我在买的时候店家说它的外壳是特别坚硬的 所以我就买了一半不开壳的 一半开壳的 像咱平时吃的那大椰子主要是喝它的椰汁 但是这个里边没有椰汁 是主要吃肉的 今天就来试一试看看这个小椰子吃的怎么样 我先来尝一下这个开了壳的吧 虽然开壳了 但是外边摸着 好像还有一层壳 因为还是挺硬的 上面还有纹路 有点像蛇皮果似的 看着 不知道能不能吃 我先咬一下试试 并不是很硬 我知道了 这样的 它就像是很薄的花生皮一样粘在外面 椰味很浓郁的 比平时大椰子的椰肉香味要重很多 并且是越嚼越香 它这个软硬程度就有点像在吃花生豆似的 还有一点点脆的口感 但是现在嚼一会儿又有点像吃甘蔗似的 全成的碎渣了 碎渣了 我感觉这个东西嚼不烂 不过就这么半天还是很香的呢 我还是把它吐了吧 这个吃的还挺不错的 比我想象中要好很多 只是呢 吃完吧 就这个口感不太好 剩的那个渣 反正我是不想咽 不知道能不能吃 我还有一点水 肚子上都是那个椰子香味 这么吃的 真的像在吃甘果一样 在吃果仁似的 如果爱吃椰子的 或者是喜欢喝椰奶的 肯定会喜欢这个味道的 就是嚼到最后还得吐 有点麻烦 跟吃甘果似的 现在呢 来试一个带壳的 看看它到底有多硬 这个好像还稍微有一点点裂纹了 应该会好开一点吧 我的桌子承受得住吗 哎呦我也夹着我手了 开了一点 然后裂了点味 开了 可能是套这个果仁上了吧 我以为还没砸开呢 砸开了 刚打开的这个颜色要浅一点 但是它这个壳啊 你看 虽然这么硬吧 但是并不是特别厚 比夏威夷果的壳 要薄一点点还 一样 没什么区别 看来这种椰子 水分本身就不是特别多 如果有想要尝试的呢 还是直接买开壳的吧 这样方便一点 还是挺难开的 总的来说呢 这个海椰黄的椰香味 真的非常浓郁 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 其实吧 它主要是用于煲汤上边 但是呢 如果不介意 它这种很多渣的口感 当做零食嚼着吃也挺香的 并且营养价值也很丰富 什么纸壳化痰 滋音补肾 还有美容养颜呀 等等等等 好多的功效 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可以尝试一下 好了 今天这个最小的椰子 就试吃到这了 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 记得转发关注 点赞哦 拜拜